大家好 我是斯瓦大师 我现在在古巴的哈瓦那 今天主要介绍一下我们住的民宿就是这栋大楼 一百多年历史了 它在古巴的哈瓦那的老城区 这有一个窗户可以向下看 可以看到很多市井老百姓的生活 这次我们之所以选择住这家民宿的几个原因 一个主要就是拍哈瓦那老城的这里的人 这里的建筑非常有特点 所以住在这里对我们拍照太方便了 随时出去附近都是借 民宿价格不同有的非常便宜 这个是中等价格吧 大概是30到40美金左右 我觉得这个还是古巴自己搞的太幸福了 对面这个楼顶居然自己修了个小篮球场 两个男士在这打篮球估计是父子 好 我们到里面看一看 就是这里 推而进来 就是楼梯 这是一个四层的楼 我们住在三楼 它这一层一共有四个房间 都是共出租的 我们三个人租了其中的两间房 我看过我这间房子啊 有一个大床 这还有一个椅子 这个是遥控器和电灯开关 很干净 这个地方房子很高 有空调 冰箱 这边呢 这边呢 我们看看 这儿还有一个小的小保险柜 如果有重要东西可以放在那里 安心哪 床 这个床单和枕头 我看一下都非常的干净 看看卫生间啊 卫生间也很干净 吹风机 沙尔淋雨的地方 蛮不错 我还是很满意的 因为我们在这里要住五天哪 有一个厨房 冰箱 还有几个炉头 我们准备自己 有时候还要做做饭自己 稍稍开水 所以厨房是很重要的 这就是房主 这是我们吃饭的这个餐厅啊 就在这儿 还有签一下字 另外呢 他把我们的护照也要copy一下 我们还跟他换了一些钱 他这儿换的这个利率 肯定比银行里有核算很多的 大概是一美金可以换150比锁 我们花了300美金 这一大堆啊 但是换钱一定要注意 因为最后你如果花不完的话 是很难再换回来了 在我们等房主来开门的时候呢 跟邻居还交流了一下 用我的谷歌翻译机啊 问了问他现在是退休了 还是继续工作了 他说他已经不做什么事了 另外我问他在这个楼里住了多久了 他说已经住了30多年了 所以这次到古巴来 我一个很重要的想法 就是要多接触一下当地的老百姓 了解一下他们的生活 这个翻译机还真是管用 否则很难交流 因为他们基本上都不说英语 这是他的女儿放学回家 我又问了一下他这里的学校的情况 我问他每班的学生多少呢 他说他们班是29个学生 男学生多还是女学生多 他说基本上差不多 因为我原来是学教育的 所以到哪个地方我都想了解一下 这个我家的教育状况 这次也是我的一个目的之一啊 这是另一家的邻居 这是另一家是个画家 对面就是一个教堂 这个尖尖的屋顶和十字架 我拍了很多这个镜头 傍晚的时候 落这个夕阳夕下的时候 趁着这个晚霞的红云 还是真是挺漂亮的 我呢还有一天还用岩石拍了一下 这个云彩的滚滚毙动 就得表现出来 第二天早晨 这是中夏休息的儿铬 desickeran 这是民宿提供的早餐 早餐还挺丰富的 除了这个pancake烤饼 咖啡果汁茶 还有各种各样的水果 种类很多 收费是每人6美金 在这儿我们还遇到另一个房客 这是丹麦的一个教授 待了几天都成了朋友了 那天我专门出一集介绍他的故事 这个是我们的房东 叫安德烈 他有一台老爷车就在楼下 他把那老爷车遍地 出去玩他一圈 好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今天我们继续哈马纳 谢谢各位 Havan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